怎麼看待名利隊嗎 怎麼說呢 這種事情 咱也管不著 對吧 看看就好了唄 那還能咋辦呢 說實話像是什麼選手換隊伍 今天主播的目標是要把分數上到悶 生命苦短 這都是很正常情況 這件事情對於雙方來說未必都是一件壞事情 只是可能有些粉絲會接受不了 確實你作為小粉絲的角度去想的話 就是什麼 不是我現在聽說你怎麼玩 希望你喜歡的選手在一個隊伍裡面共同努力發展 但是你要知道 那是粉絲的心願 對吧 你如果說換個角度 從俱樂部的角度出發去考慮 雖然說我這個話也不是 說有什麼其他意思 這幾年RNG出的成績其實也挺多的 但是呢他就是沒拿到那個最高榮譽 你機了呀 但凡能拿到那個最高榮譽的話 說實話都不至於變成現在這樣 哪個俱樂部 現在做這種 電競俱樂部的說實話哪個老闆不是虧錢的呢 當你虧得多的時候你就會想要拿那種 虧得比較少的方式了 我感覺是這樣的 但有的隊伍對吧 奪完罐之後人都 人都沒了呢 也是打了一個 幾年才沒的呀 像什麼IG 放破拉斯不都一樣嗎 奪了罐之後 人還是全沒了呀 雖然說也是打了一段時間 天上沒有天下沒有 上的宴席 上肯定是早晚的事情了 但是對於聲明 聲明的角度而言的話 他現在肯定還是會繼續打的 他肯定還是會繼續打的 關於在哪打這個 長也不知道了 之前 之前那夥他是自由人的時候 好像還有挺多隊伍 就對他有意思的 現在不知道了 現在那些 對吧 有一隊伍剛有輔助的已經有輔助了 不好說